请就座 连续两天乱成一团 民进党新北议员再发假动占领 直询台 拿侯友宜人行立牌 要他消假上班 下一秒国民党也搬出赖清德的人行立牌 侯赖两人在新北议会 另类同框 要讲的人可以去座位讲 还是大家协商一下 不协商 这是我们的官员 我们的官员 不协商 杯葛声中议长宣布开会 但议员们举牌怒吼 再让议事停摆 代理事长刘和然根本动不掉 然而被迫停摆的 不止没大人的新北议会 柯主席 其实我在新北市跟台北市 大家都有一些的合作 其实大家互动的合作不错 大家都是朋友 时逢蓝白合作关键谈判期 前立委邱毅却大爆料 因蓝营频频放话 逼柯文哲就范当副手 柯文哲气到下令停止 蓝白接触 那国民党一直在讲蓝白合嘛 他们的条件 第一 不要比民调 第二 他们一定要当正的 我觉得这蛮奇怪 这个 这哪一门子的合作 国民党从来不放话 我们只有不断地跟这个 民众党的好朋友在对话 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团结 嘴上说跟在也很麻吉 对内却爆出 朱主席接管选战兵服 未胜选不排除柯侯佩 让朱侯再先信任危机 他就瞻瞻听到说 侯友宜好像有点担心 朱立伦会把他卖掉 什么卖掉 就是朱立伦让他当副手 侯友宜在出国之前 有频频去找金朴冲 这些传闻都不是实在的 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 蓝白整合卡关 新北议会空转 请假短短四天 内忧外患 就怕也让侯友宜开始怀疑人生 这些新闻 林玉成 许中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